郭清在台湾新闻网的高雄新闻网上 被版主被老板认为是留言最多的人 职务是高雄独总工会活动部主任 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高雄新闻网 他同步发表在台北上面 所以五都都很容易来同步发送稿 台湾新闻网 是台湾记者协会的 不是郭清个人的 我在那边破了很多记录 第一个 投稿率包占了前面包占了90% 另外又是发言最多的人 最爱替的人 点值最多的人 就是刚才所说的 也破了一个记录了 另外 每发一条新闻他有累积奖金 我累积的奖金吓死人了 第一名 第二名 十年前的那个版主 叫什么 李立昌 三立两立电视台的 摄影记者 他是第二名 发稿量最少超过 三比一的 累积的奖金 发稿累积的 的薪水的稿酬 我是他的三倍五倍的 在这里我也给他创了很多记录 高雄新闻网 台湾新闻网 他还有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在这里 最新通告 请点选 他会主动通知所有的会员 好几万个会员 所以也是一种很需要很好的宣传管道 会宣传给所有的记者 媒体干 调区 哇 不简单 不爽的 可以在那边 不过他现在是记者 是媒体记者的干调区 不爽的话 可以去那边投诉 我这里就有一个 不爽的地方 留言最多的人 锅清快干 用那个干调两个字 你还叫 干调区 不容易打出来 所以我只能够写人快干调 快干调 干调不是很粗鲁的话 是很很很斯文的骂人的话 不是三字经 汉人 可乐郎 语言智慧实在很高 干调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